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要提倡道德 他以为 以为除了美德和德制以外 贵族的等级 特权 不具备 政治的合法性 所以丹丁比较符合学统的 不看门第的 看什么呢 看你有没有符合道德 你有没有美德 然后要选拒什么人来当统治者呢 要选那些 有美德的 有道德的人 来掌握政权 从这一点上 道德实际上是 淡定实际上是否认了学统论 但是美德和德制 又是他的根本目标 美德和德制 有一个根本内容 什么叫美德呢 与人为善呢 就是要按照道德 来进行管理政治 管理什么政治呢 就是要出尽公同的利益 保障人民的幸福 这样 丹丁又树立了一个政治目标 这个政治目标就是 政府是保护人民的 出尽人民幸福的工具 那么怎么来做呢 按照丹丁的想法 政权应该掌握在 品行良好的人手里 如果那个统治者 本身很贪婪 那么他统治就会结束 那么结果呢 就会有一个 比较贤明的 来代替他 成为新的统治者 这样的一种政治理论啊 尽管表述的不很激进 实际上却是革命精神的 他的目标之一 就是肯定了贵族的血统论 要求实现社会平等 建立以名为本的 新的社会制度 他的另一个基金性呢 就是说 他是要求道德的 根据有 谁有道德的人 可以成为统治者 也就是贤人政府 这种做法呢 叫做得治 有道德的人 成为统治者 那么他们治理下的政府呢 就是道德的政府 所以叫得治 那么详细来解释 他这种思想的呢 就是神曲 神曲呢 把那个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天堂 一个是地狱 一个是炼狱 天堂在最上面 那么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 具有美德的人 炼狱呢 是属于还可以改造好的 那么地狱呢 在地底下 关的这是罪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想象之中呢 天堂于地狱 光明于黑暗 美德于丑陋 理性于愚昧 善于恶 仁爱于残暴 就被区分出来了 所以根据基督教上帝审判的传统呢 丹丁就断言 人最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 在进入冥界的时候 地狱之门的门框上呢 会出现这样的字眼 丹丁这么说啊 由我进入愁苦之城 由我 我就是指那扇门 从我这扇门进入了愁苦之门 愁苦之城 由我这扇门进入了永怯 一节一节 永结之苦 通过我这扇门呢 进入到万绝不服的人群中 但是正义推动着崇高的造物主 神圣的力量 最高的智慧 本源的爱来创造的我 在我以前未有造物 除了永久存在之外 而我也将永世长城 进来吧 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 这就是地狱的门 丹丁在此呢 就刻画出一个超自然的报应体系 他通俗的向人们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好有好报 恶有恶报 神是根据人的行为 来进行审判的 那么恶人呢 就有自取 善人呢得到神助 一切恶人 因为偏离了神的正道 而对入地狱 而好多人呢 可以进入天堂 但丁通过对坏人坏事的一些 一系列的描述呢 就揭露了人间的各种罪行 并去按照人的罪行的轻重呢 来加以排列 地狱的外围是一些 懦弱的无谓者 而地狱的第一层 住的是一些未经过洗礼的 婴儿和信奉异教的伟人 信奉异教伟人有 河马 赫拉斯 奥维德 亚利斯多德 布拉图等 那么从第二层开始 就越往下越坏 从第二层开始 住着需要受惩罚的罪人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那么他们是些 那个从第二层到第六层 分别住在无节制的人 但是就没有节制的 还有呢住在邪隐的人 邪恶和隐乱的人 贪食的人 灵色的人 浪费的人 易怒的人 和信奉异端的人 从地狱呢 从第七层开始呢 就是一个深渊 这里面住的都是犯暴力罪的鬼魂 如对他人施暴者 就是杀人强决犯 如对自己施暴者 就是自杀者 还有挥霍无度者 以及更严重的罪行 就是对上帝 对自然 对艺术 施加暴力者 比如说 那个污蔑上帝的人 鸡尖的人 放高利贷的人 这都在地狱的第七层里面 在第七层和一个悬崖之下呢 就是地狱的第八层 第八层呢分十个恶狼 然后也是按照 从庆到众的原则 从上往下算 这里面住的是 犯欺诈罪的人 如那种诱惯人的人 阿欲奉承者 买卖圣执者 欲言者 贪污者 伪善者 偷盗者等 还有阴谋诡计的人 制造分裂和不合的人等等 在第四个恶狼之下呢 就是个地狱的巨人的井 其下呢是第九层地狱 第九层地狱有分四个恶狂 住的是对信任者犯欺抓罪的人 即判卖清除者 判卖国家者 判卖宾客者和判卖恩人者 判辩罪 在判卖恩人者之下就是魔鬼 那么地狱中鬼魂呢 根据他们的罪行严重的程度呢 是严格按照他们据魔鬼的距离而定的 罪行越重的人离魔鬼越近 那么但定又认为很多罪行呢 都是贪心引起的 他说啊 贪心啊 你是使世人沉没到你的水下那么深的力量 为善的愿望在人们心中 当然还会开花 但是怜悯的英语 就是结成的离子 结成的离子变成重铸的离子了 结果呢 信仰和纯洁只能在儿童那里发现 当那个儿童的脸上 展满了符纸 两种美德就消失了 就纯洁和信仰啊 一些小孩在说话口爱口字不清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们守在 以后呢 舌头发音变得流利无阻的时候 他就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吃饭 都不守债 对什么东西都狼腾服厌的 有些人甚至在说话口字还 口齿还不清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们是热爱自己的父母的 但是等到那些小孩 能够能说会道的时候 就渴望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埋照 这就是说人形之坏 那么当天认为什么呢 说正是贪婪和落狱 如此有效地控制了人们 使人从青年时代起 就倾向于邪恶 人就要去过一种非道德的生活 他们不再惧怕上帝 不再考虑兄弟自爱 基督教信仰就从人们心中离去了 那么每个人呢 都以不明欲的方式来胜过别人 出现了很多假基督徒 那么因此呢 但天就提倡 人必须时刻观照 自己的道德品质 因为无论何时 能产生邪念 或者善行 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公开的 神那里都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呢 这就是他谈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整体的天国篇里面呢 那个淡定的语调 语调呢 变得轻快起来了 因为淡定在这里 讨论了能如何脱离罪性的方法 按照淡定的说法呢 人类原本是享有一些天赋的 只是罪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使他不再和善结合 那么为了让人获得新生呢 淡定就提出了 人文主义政治学的一些原则 首先他认为公民们啊 必须履行职责 积极参与城邦的事务 那么在年轻时代 淡定就是参与 对那个皇帝当打仗的 其后又当过执政官 所以他认为要参与 公共事务的管理 要求参政 第二 淡定提出了建立 世界帝国的理想 这个表现在他这本书里 这本书就是论世界帝国 他认为政治和宗教 必须分开 他说可以建立一个 基督教皇国 但这个首领不应该是教皇 而应该是一个世俗的君主 他还指出 一个城市的建立一个城市 目的就在于那人民 自给自足 安居乐业 那么不管那个城市的市政 是健全还是腐败 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个统一的政体 否则不仅公民的生活目标 找不到 城市也就不成为城市了 所以淡定是认为建立一个政府 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他还认为一个皇国为例 一个国家为例 它的目的与一个城市也是相同的 只是维系和平的责任更重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政府 来统治 来执政 否则国家的目的也难以达到 这是因为 如果没有一个核心 内部就要起来斗争 这样必然遭到一个国家的毁灭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一个政府还有保卫了国家和平 平行内部纷争的使命 国家还有一个如下的使命 第一实现统一 第二 要把人的欲望 贪欲减少到最小程度 第三 要去服从理性 全心全意地为人类的幸福而办事 最后 一个国家呢 还应当表彰人类的善 因为但丁认为呢 善之所以为善 就在于它具有统一性 既然协调一致 本来就是善 那么很显然 协调一致的根源就出现了 就是要大家起来 团结起来 保卫那种善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们看到但丁呢 实际上是从道德论 走向政治的 但丁这个理论呢 我们把它概括为什么 概括为道德政治论 和德制的理论 它的一些特点呢 我们概括一下 一个 认为公民应该积极地生活 积极参与政治 参与城邦的管理工作 第二个 就是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 世界帝国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教会的权利 和世俗政府的权利 应该分开 不能两者混在一起 宗教的教会 不能参与世俗的政府管理 但丁思想里的第三点 就是提出仁爱的原则 和德制的原则 那就是说呢 仁爱可以化成各种美德 不仅包括个人品行上的美德 那是智慧 谦虚 极简 自治 政治 勇敢 坚韧 不贪婪 还包括公共的美德 就是人民的共同利益 和平 公正 奉献和自由 所以在那个淡丁那里呢 那个仁爱呢 和道德呢 实际上是很全面的 那么只有这样 人才能够发扬你的善心 才能够理解善 而善一辈能理解是善 人就会对那种善 产生一种本能的爱 那么善越大 人对他的爱也就越大 因此呢 每个洞叉这个论断的人呢 必然是爱 那些至高无上的实体的 那么他所说的至高无上的实体呢 指的就是神 他认为一切的爱 一切的那个善呢 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那么第四呢 淡丁是提出自由和平的 他主张政治和宗教分离 他主张按照人的美德来挑选统治者 他要求一个政府 必须满足人民的幸福要求 这样呢 自由公共利益 都被他归纳为重要的政治原则 他还要求平等 他还要求那个建立民主语言 不要完全用拉丁文来书写 应该有一大利语 这就是俗语 那么他还认为 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人之所以有的人进入地狱 有的人进入天国 主要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 所那个干的行为 从本质上来说呢 教皇皇帝国王贵族和一般人之间呢 在神面前都是没有高地之分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淡丁的道德政治论 那么在神取完成半个多世纪以后呢 彼得拉克写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叫做 《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 从这篇论文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拉克的一些政治思想 我们也把它说成一种道德政治论 彼得拉克的政治思想和淡丁呢 有继承的一面 也有发展的一面 如果说淡丁的神取呢 是确立了道德政治论的基本原则的话 那么彼得拉克的论统治呢 就为道德治国的切实的实行呢 就提供了精确的指南 事实上 那样彼得拉克 他是生于1304年 死于1374年 他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的发动者 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彼得拉克的政治思想呢 无疑是更加现实的 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 与丹丁不同 彼得拉克不再从神灵的崇拜那里 来告诫人要防范恶习 他更加注重的是公共的利益 及关系民生的问题 公共的公益问题 所以在他的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其国家 这个文章里呢 他就对政府具体要做些什么 提出原则性的意见 这对以后的人文主义者呢 或者对以后的人文主义政治学呢 就产生了重要影响 彼得拉克呢 对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批判是非常彻底的 在丹丁那里 人的心声是往上走的 是人向天国靠拢 但对彼得拉克来说呢 人的心声只能是通过社会改革才能获得的 彼得拉克更倾向于 在他生活的时代 建立一种新的社会 所以他把历史分成四个阶段 古代不错 中世纪是坏的 他住的那个时期也是坏的 新时代从他开始 彼得拉克的贡献 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歧法 那么按照他来那种划分呢 他自己应该担负起开辟新时代的使命 在彼得拉克的文章中呢 他就对他的那个写信的那个对象 叫做帕多瓦的君主 提出了一些恳切的忠告 他认为帕多瓦的君主这么说 他说你必须 做你成名的父亲 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 你必须爱人民 胜过爱你的儿女 你要把他们当成你的手足 说武器啊 卫兵啊 军队啊 这都是可以用来对付人民 对付那个敌人的 但对于你的成名来说呢 你有善意就足够了 那么他也写过很多东西 和神曲一样 那么彼得拉克在他的论统之中呢 也提倡建立一个美德的社会 他认为唯有实施美德 那么才能获得社会和谐 但是和神法是不同的地方呢 和神曲不同的地方呢 彼得拉克的论统制 更多谈的不是什么修身养性 而是探讨政治美德的标准 即确立统治者 应当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原则 那么彼得拉克呢 在赞美统治者 那个统治者叫做 法兰西斯科的那张话里呢 他就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这么说 他说在政府的经验和年头 你在政府里的经验和年头呢 已经可以乱你的心因手 你不断被自己的市民们 认为是杰出的领主 而且其他的一些外邦的领主们呢 也有同样的看法 你从不论自己骄傲 也不享受懒散 你只是精进业的在统治 而所有人都认为你和平 平和而不软弱 威严而不骄傲 所以你的性格既谦虚又宽宏 而你很有威严 尽管由于你异常的人词 你让最卑微的人也很容易和你接近 你同时还让儿女们于遥远土地上的贵族家庭呢 缔结了非常有利的婚姻 这乃是你最卓越的行为 那么他还说 你已经成为那些乐爱公共秩序和和平的统治者 在帕瓦多实行的公社政体 或者你的家族中任何成员 统治帕瓦多的时候 不论他们的掌权多久 人们都认为不可能获得和平的 但是在你手里获得了和平 你一个人便在帕多瓦的边境 那个地上呢 边境上呢建立了很多堡垒 因此在每个方面 你得让市民们感到 你作为统治者的自由和安全 并且没有人无辜的留学 那么他表面上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表扬 但是从这段话里呢 我们却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的结论 在这段话里呢 彼得拉克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政府 在这个政府的治理下呢 民众的基本需要 如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和平节俭 财政充裕 都是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的 从形式上来说呢 这仍然是一个由君主掌权的城邦 但人民的意愿 却必须为政府所吸纳 也就是政府应该代表民意 这是因为呢 人民的要求正是统治者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在这里呢 统治者的美德是和公民的期望连续在一起的 简言之呢 彼得拉克握的 是建立在一个统治者与民众联盟基础上的 政治共同体 其中政府呢 能否体现人民的意愿 就是政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样一种联盟呢 是需要用实践来加以检验的 正如彼得拉克自己所说的 当事实自己能说话的时候 细致末叶的赞美 就只是一种愉快的练习了 所以他看中的不是言论 看中的实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